现实,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种茶,而饮茶的风尚更遍及全球。 事实上,种茶和饮茶,最早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的。 茶叶经陆陆向外传播,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种。 境内传播,主要是由西向东沿着崎岖艰险的栈道输入中原地区。 又由南向北沿着长江水系传到中下游地区。 至于境外的陆路传播,最早可追溯到秦统一巴蜀时。 西南一带人民未逃战乱,大批迁移到云南西部边境地区。 而饮茶风俗也于当时一并传入临近的越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地区。 大约公元五世纪时,经蒙古边境以茶义务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。 到隋唐时更发展未茶马贸易。 辗转将茶叶经西伯利亚传到俄国。 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 是指在宋朝食茶叶经广州、明州、金宁波、杭州、泉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。 到园 明以后 中国茶又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。 对西方的饮食文化影响深远。 事实上 当今世界产茶大国的斯里兰卡 最初也是由荷兰人引进中国茶子进行种植 慢慢发展起自己的产茶叶。 另一方面 自唐代起不少日本僧人来中国学法 归国时将茶子经海路带回日本种植 并将制茶石旧和中国茶的征 导 倍等技术也一并带回 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国粹茶道。